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今天帶大家走廣島中部的金馬鱗山 這裡除了有絕美的風景之外 還是二戰期間香港保衛戰的戰場之一 我們還會參觀一個戰時遺跡 這個遺跡除了古老網之外都沒有什麼地方說過 我也是第三次走金馬鱗山才找到這裡 這條路線集草比較多 伸手不移 今天我們由暴力徑上金馬鱗山再下山 其實只是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完成了 全程先兩公里 爬升160多米 上閘港道我們下了葉高順山之後 轉右沿著暴力徑往西北方向走400米左右 暴力徑就相當好走 但老人家散播一流 右邊有一條小路上沛水庫 再走多一會 就會在路的左邊見到一個涼亭 涼亭旁邊這條美麗路就是港島境地四段 而我們就走右邊這條衛收樓梯 這裡有個警告標誌 說前面山境艱險難行 我覺得就不算很難行 不過雜草重生就真的 上面的路都很迷 如果你不懂看地圖的話 我勸你不要來了 很快就上到內收梯的頂部 左手邊就有一條路 有條絲帶在這裡 上山這段路路杯很清晰 其實就不怕迷路的 一路跟著走就可以了 這些石頭有點大級 但也不算難 後面這個就葉高順山了 那究竟金馬倫山的金馬倫是誰來的呢 其實它是1884年的時候的英軍司令 也都處理過港督的 越上得高 風景就越開揚 這個金馬倫山在我印象中 都是一條比較難滿的行山路線 我想是因為這條山景始終是非正式的山鏡 那些草也比較多 看風景來說 跟其他山比好像有些輸蝕 應該不是很多人喜歡這些跟草親密接觸的路線 記得穿長袖衫褲 路的中間出現了三條水管 認住它們吧 我們一會還會看到 走這些這麼密林的山景 記得要長袖衫褲 不然被一些植物刮到有時候會過敏 它的優點就是很近市區 還有山本身不高 暴力競計都是爬高160多米 一個小時就走得完 我們在東北上到這裏 就是一塊大石頭有靚風景看 在香港島中間的金馬倫山 真的整個港島都看得完 看完風景我們就繼續沿著條路走 這一段路都是很平坦的 雖然兩邊的草比較高 但是路背都是清晰明顯的 走走走我們會看到地上有條水管 我們就跟著條水管繼續走 條路有點窄 不過左邊有風景看 用一個遠一點的角度看 就看到我們在斜坡上面 一條小路走走 我們繼續跟著水管走 很快就會去到一條山路 前面很快就會有一個十字路口 很重要 由暴力經過梁頂開始計 走到這裏只有20分鐘 在這個三叉路口 我們選左邊的路 很多絲帶 轉左就直接攻頂 由這裏上去金馬倫山的山頂 大概都是4分鐘 很快的 都是泥石路 又不太斜 OK容易走 不過當然不要下雨後才走過來 整片泥嶺應該都很難搞 就來到山頂就會看到一些開陽的景色 金馬倫山的山頂 就什麼都沒有 除了這個標高柱之外 都沒有其他東西 在這裏坐下休息一下 看看風景 吃下東西 其實都不錯 在這裏坐下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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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風景 我們又沿路到剛才的十字路口 我們要去隱藏在深山之中的墊地遺跡 金馬倫山這裏正如我一開始說 路線很不清晰 尤其是接近分岔路的時候 會有很多 似是而非的分岔路 所以你應該看著方向 和看著條路 應該差不多就好走 去到這個路口就轉了 我們向前走50米左右 又會有另一個路口 去到這裏 記得走左邊 就可以去到那個戰爭遺跡 大家放心 我會把GPX放在這條影片的Description 金馬倫山這裏 周圍都是草 周圍都是不清不楚的路 一定要有些經驗人士 和地圖的幫手 你才可以去到 我去到那天 我看到一個黃色的絲帶 跟著他走 就找到這個戰爭遺跡 這幅地圖 就看到怎樣去到這個戰爭遺跡 有藍色線和綠色線 是因為我走了兩次才去到這裏 一路跟著這個橙色的絲帶 就終於來到這個 疑似日軍機窗堡 它是一個U型的 用專砌的建築 中間有一個洞 我現在就周圍走走走 現在看到這裏就有個好像是窗孔的東西 這個射擊孔上面的磚也很難的 而在這個爛了的射擊孔對面 也是一個比較完好的射擊孔 不過這東西感覺很奇怪 真的為什麼沒有頂的呢 還有用專砌的PB 就被砲轟兩夜玩完了 我們看完這個PB的外圍之後 就看看中間這個洞 在這個中間 就橫有條木頂著 這條木就非常之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它的話 你下去就上不回來了 Max戴好頭燈之後 就去看看 就這樣看了 就這樣看了 洞口也不深 一眼就看了 有骨頭的 地上亂石比較多 可能是上面滑下來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 樓底 樓底都OK的 有一半蹲就可以了 看來看去都應該是骨頭的 所以就不下去了 我也都很快就出回地面了 你們看到我站在這裡的時候 一枝棍都是去到我胸口 這個就是由PB裡面 看出去的角度 這個東西真的很奇怪 中間又有個大洞 大洞下面又有個隧道 我想那時候士兵應該好像我一樣 站在這個洞裡 然後窗就伸出窗孔 參觀完這個PB之後 我們就離開這裡 在這個疑似日軍窗堡後面 有條路 都是跟著橙色的絲帶走 很快就會出回大路 他們出去之後 轉左走西隻 金馬倫山有幾個位置下山 我會覺得西隻下山比較容易 如果走北邊那邊下去 就可以去到暴力境 不過那條路就很多草 爆林爆到傻 我就不太建議 不過我會把北隻下山那條 放在片尾 給大家一個參考 走的時候 發覺地上又有些水管 我飛金馬倫山上面的水管 沿著東西方向鋪設 西隻下山就不難 路邊有很多樹 可以捉住 一棵樹捉住到下一棵 就可以下去了 下山這條路 路線都比較清晰 所以都不怕 唯一要比較注意的位置 是有一個位置要經過石河 記得我們走過去對面 就不要跟著河走 不過對面就會繼續有條路走 河的對面整條路都是用石頭砌的 走走走路就會明顯 出大路開始計 大概都是十多分鐘 就可以下去山腳 下山條路是很清晰的 所以一直跟著走就OK了 走走走走就會看到石屎路 證明已經快到了中峽道 這條很窄的水泥路 一路走就下山 可以到中峽道那邊 可能是很多年前鋪 還來配這個配水庫 很快就下到中峽道 我們轉右一直走 大概要走十分鐘 六百多米 一直走就去到灣仔峽公園 和景隊博物館 去到那邊就可以搭車走 我們今天走金馬倫山的行程就這麼多 如果你嫌不夠猴的話 可以參考我另一條片 夫人池馬上下堂 輕輕鬆鬆軟 金夫人池馬勁 由這裡走到屈香港仔水堂 如果你喜歡我的行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接下來我就會說一下沿著北面 離開金馬倫山 究竟這條路是怎樣 如果是用筆脊下山的話 時間就長很多 由山頂到十字路口計 到到暴力徑 足足要半個小時 西隻的路 只有12分鐘 所以比較長 純粹看地圖 你會覺得 北脊這邊 可能落得沒那麼急 平一點 所以走得久一點 都正路 走過兩邊 我就會覺得 西隻直接很多 雖然說落得急一點 但其實一點都不難 走北脊這邊 感覺上路杯沒那麼清晰 少些人走 在山頂又走得久 山頂的路又迷 其實是難很多 走這邊 是不斷地吃蜘蛛網 那些草真的很高 你看我 是不斷地拿著東西 在前面掃一下掃一下 周圍的草 生到對眼睛那麼高 烏低的人 就比較好走 走這邊唯一的好處 就是有時候有少少景觀 大部分時間 不停地在這裡爆臨和找路 這邊落斜一定有少少難度 走到這裡 終於看到這個終點 下面應該是維修斜坡的樓梯 幾經辛苦落到樓梯這裡就轉右 來到這裡看到下面的暴力經 我個人意見覺得除非你很喜歡很喜歡爆臨 我還是不要選北邊落山 來到暴力經 向右可以去到中峽那邊 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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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